中天美女主播周玉琴上月和65岁名嘴赖月谦登记结婚,都是再婚的两人,从交往到结婚过程相当快速,小两口公开认爱后经常高调放闪。 然而结婚才不到一个月,如今传出夫妇俩计划离开台湾,消息让不少人震惊。 周玉琴与赖月谦去年8月13日交换Tiffany白金对戒,护许终身,象征爱情永恒不变,当时两人还特地切蛋糕庆祝,而上个月则是两人的大日子,周玉琴在脸书写道,今天是个好日子,适合办大事,1122成双成对。 逾月之盟,晴谦一试,并上传与赖月谦在登记的合照,幸福报表。 对于2022的注解,周玉琴想了一想,田校说,走到人生新阶段,充满惊喜的一年。 周玉琴曾透露两人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已经在一起,能够幸福关键,真的是在贴心。 赖老师的优点,真的说不完啊。 简单说,他成熟,稳重,负责,真诚,却又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大男孩。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相投。 我们住在一起了,所以几乎每天吃他煮的早餐和爱心便当。 而周玉琴有个女儿,赖教授也有小孩,周玉琴曾透露,女儿支持我的决定, 老师的孩子也支持我们,没有家人支持,我们是做不到的。 双方的孩子都支持两人幸福的约定,促成这段好姻缘。 周玉琴踏入新闻圈多年,回忆曾遇过疯狂粉丝,突破门禁,指导办公室找他。 索性,在同事阻挡,报警处理后,才没发生意外。 他现在主持YT节目头条开奖,收工时间晚。 他修说,没关系,现在有老公接。 表示赖月谦若有时间,会亲自接送才放心,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想得都很周到。 周玉琴谈起老公,满脸幸福洋溢,他很有趣,一点不像节目上那腰严肃, 私底下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至少在我面前,他像个大男孩。 他与赖月谦都曾有段婚姻,透露当时在妈妈的推波助篮下, 两人迅速交往到私定终生,我妈妈说,如果合适的话,不要拖。 赖月谦之后,也用厨艺讨好赵母娘的胃,妈妈很喜欢赖教授,也觉得她手艺很好。 聊起交往到结婚期间的相处之道,周玉琴自觉神经大条, 即便与赖月谦个性互补,但火象星座的两人难免会吵架, 她正向思考,吵架后会多一份认识、了解, 但重点前提彼此相爱的程度要足够,不然感情很容易就被吹走。 强调夫妻俩争执时从不脱口说冲动的话,我觉得跟修阳有关。 她身为纽约大学新闻系硕士的高材生,从小个性独立, 面对大12岁的教授老公岁年,坦言有点压力。 不过,在磨合期间,她懂得换位思考, 认为那些劳道是爱的丁宁,因为我确实有些不足, 不周到的地方,她都会看得到,所以我也觉得应该要多听她的, 就像我常讲的,她是我领导。 笑亏赖月谦有点像爸爸, 她举例说赖月谦觉得她人际互动上有点不设防, 会帮她留意一些细节, 她觉得我太单纯,太善良, 很怕我被别人欺负,担心有人别有用心要来接近我, 觉得我对人太好了。 至于生活习惯,她笑说,很合呀。 还透露,第一次到赖月谦家中, 有种神奇感受, 我闻到一个味道,很像我以前住的地方, 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再来发现对方用的灌洗用品,也是她喜欢的, 加上赖月谦爱喷香水,自己喜欢香氛, 再次形容,我们真的蛮合的。 现在夫妻俩的工作,生活,都腻在一起, 周玉琴不觉得这是困扰的事,反而能互相支持, 毕竟工作上有起有落, 还好旁边的人很了解自己工作特性, 还透露,两人对未来早已有共识, 我们早就规划好退休后,有可能打算去欧洲或大陆常住, 但一切都还不确定。 而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 赖月谦的女儿赖以玲常住上海, 在大企业担任要职, 而她的儿子是上海同济大学读智能机械方向研究生, 看样子赖教授和大陆渊源不浅, 很多子女都在大陆工作和学习, 而退休之后带妻子来大陆常住, 相信大陆人民是很欢迎的, 特别是这一多年在岛内为大陆距离力争, 说出事实真相, 是有做出她的贡献的, 这些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再次祝福赖月谦教授和周玉琴主播, 希望二位能白头偕老, 勇于爱河, 退休之后来大陆走走看看, 把更加真实的大陆介绍给岛内民众, 她节目的影响力也涵盖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众多华人, 甚至新加坡第一夫人何晶女士也多次为其点赞, 香港, 美国, 当然还有台湾, 大陆, 还有欧洲的, 诚然, 赖月谦的走红跟她的高曝光率是分不开的, 据不完全统计, 她曾参与过的节目有数十个制度, 高曝光率给赖月谦带来了知名度, 而其对国际情势的精彩点评, 言谈间展现的温雅, 以及偶尔表情管理失控的可爱和那妖重点来了的标志性口头禅, 都给她带来了切实的支持度, 毕业于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法国巴黎第二大学, 曾任亲民党发言人, 中式独立董事, 中式电子报社长, 实践大学教务长, 学务长, 台路军上校, 现任政大外交系, 兼任副教授, 赖月谦教授的出生地是台湾南投县, 南投县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 它是台湾唯一的内陆县, 位于台湾中部, 台湾最高峰玉山, 最大天然湖日月潭, 最长河流浊水溪的源头和地理中心, 也都位于该县, 1958年8月的一天, 赖月谦出生在这里的水里乡, 赖月谦的祖籍是海峡对岸, 距此地直线距离400多公里的福建上行, 而位于其出生地和祖籍地连线终点的金门, 在数日后将会泡声连连, 11年前, 1947年赖月谦的父亲从大陆来到台湾, 娶了台湾姑娘, 也就是后来, 赖月谦的母亲养育了赖家五个弟兄姐妹, 值得一提的是赖月谦之后经历了离婚, 甚至还在50多岁时被母亲逼婚, 赖月谦上面有哥哥姐姐, 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姐姐是学霸, 两个弟弟都曾经营摄影方面的业务, 有一个曾是李敖的御用摄影师, 也是他晚年的忠实密友, 赖月谦在正大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后, 1991年他远赴法国留学, 先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和巴黎第二大学学习, 攻读历史、文化和国防政治等专业, 并取得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博士文凭, 赖月谦在28岁时就已经成家, 在去法国之前就有了大女儿, 后来又陆续添了一女一子, 赖月谦子女的现况从一些节目中可以了解到, 目前小儿子曾去华东师大做交换生, 是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研究生毕业, 正在罗纪公司实习, 二女儿在巴黎学习文学, 大女儿已经定居上海, 而当年刚从法国学城回到台湾的赖月谦, 最初也是一心想要从事政治, 她是政治学博士, 而且拥有本省人, 外省人和客家人三重身份, 可以说对从政非常有注意, 在2000年底, 赖月谦成为宋处于大陆和两岸政策的幕僚, 后来她又受聘于台北市, 不过最终因理念等各种原因, 她对政治彻底失望, 从此断了从政的念头, 赖月谦的粉丝, 掌以千千君子来形容她这个剧城身高179, 有八块腹肌, 做过模特, 拍过广告, 使用香水, 注重打扮, 会写书作画, 评论时事头头是道, 在网路被攻击抹黑, 在学校被写信恐吓, 在节目被恶意剪辑和封杀仍坚守正义的人, 却有几分之威之章, 之柔之刚厚的君子的坦荡, 赖月谦无论是军事政治方面, 还是经济民生方面, 她都有深刻的研究, 成绩水平比一般台湾评论员 要高尚不少, 她是台湾民嘴中少有的睿智, 务实, 开明的学者, 但是她却因为多次发言, 支持统一的言论, 而被当地多个电视节目封杀, 因为她本人是无党籍人士, 所以谈论问题都是就事论事, 几乎不会从政治角度作为切入, 特别是在生喉咙这种一堆人嘻嘻哈哈狂吠的氛围中, 她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参与, 一旦发言就是直接切中要害, 但是由于说话方式的问题, 她得罪了不少绿媒的人, 这些人认为她只会一味地吹捧中国, 领导们知道赖月谦不是个善茶, 于是便给很多电视台下达了命令, 以后不准再邀请她上任何节目, 更是在有心之人的授意下, 处处对赖月谦进行打压, 就是为了让她不要再乱说话。 然而, 济世国大风大浪的赖教授自然不会受到他们的挟持, 虽然电视节目被封杀, 但是影响不了人家在个人账号发布言论。 马上听报告 未经许会 万我许会 未经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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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会